针对台中市长参选人卢秀燕提出的反空乌公投联署 被中选会发现 49万份中有18万份不合格 其中1万多份是死人联署 中选会主委陈英前下午在立法院被巡视更夜表示 其实我个人是感觉蛮痛心的 我们必须促进直接民主 但是直接民主不能建立在诈骗 伪造的基础之上 死人联署是普遍发生在全国各互所 不是单一的某一个特定的县市或特定的互所 回到座位时仍频频事累 中选会主委陈英前 图下午在立法院被巡视更夜表示 其实我个人是感觉蛮痛心的 我们必须促进直接民主 但是直接民主不能建立在诈骗 伪造的基础之上 死人联署是普遍发生在全国各互所 不是单一的某一个特定的县市或特定的互所 回到座位时仍频频事累 记者曾学人摄影 分享 中选会主委陈英前 图下午在立法院被巡视更夜表示 其实我个人是感觉蛮痛心的 我们必须促进直接民主 但是直接民主不能建立在诈骗 伪造的基础之上 死人联署是普遍发生在全国各互所 不是单一的某一个特定的县市或特定的互所 回到座位时仍频频事累 记者曾学人摄影 分享 中选会主委陈英前 又下午在立法院被巡视更夜表示 其实我个人是感觉蛮痛心的 我们必须促进直接民主 但是直接民主不能建立在诈骗 伪造的基础之上 死人联署是普遍发生在全国各互所 不是单一的某一个特定的县市或特定的互所 记者曾学人摄影 分享 中选会主委陈英前 后排中下午在立法院被巡视更夜表示 其实我个人是感觉蛮痛心的 记者曾学人摄影 分享